偷过情的女人,这六句话不理嘴,她说过吗? 喜欢偷情的女人大多会有征兆,可能会自己心虚说许多难听的话 很多时候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掩饰自己,怕暴露自己 等有些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,你就应该注意他是否做了背叛你的事情 一,你怎么那么没用,这么穷,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有了某个有钱的富豪 所以她处处看不上你,但不到关键时候她又不舍得踢开你 只能天天这样说话来讽刺你,来表达对你的不满 二,你能不能不要烦我的手机,给对方留着隐私行吗? 知道距离产生美吗? 其实这时的你们差的不是距离,而是感情 这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,不想让你发现她的秘密 当你看她的手机会异常生气,说明她怕你发现她手机里有新人 三,你能不能不要在我眼前晃,真的烦 情侣之间都喜欢在一起天天见面 当她说她不想见你,就说明她已经有真正喜欢的人了 所以当然讨厌你了 四,你天天不用来接我下班了 别人都问我你是谁,我都不想回答 在同事面前都不想承认你,介绍你 这时她已经不重视你,而是嫌弃你 五,这些事情自己决定吧,不要问我的意思 夫妻都想相互商量,她都懒得问家庭事情 就说明她的心已经不在家里 六,不行不过就是了,赶紧分开 这种分手禁忌的话题都能随时说出来 就说明这份感情已经在她心里早就无所谓了